你說什麼時候過1萬 大概明天就過1萬了 也不用等那麼久 今天8822 昨天6000多 成長了百分之三十幾 這樣的情況 那明天就幾乎是一定過1萬了 有關台北市長柯文哲 預計 估計3週以後5月18號單日確診會達50萬 若有必要還是會軟性封城 請問指揮中心看法 那我們來看看 就是因為確實柯市長 那提出這樣的一個數目確實也看起來也 蠻 就是讓大家會蠻不安心的 不過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以每日50萬的確診的情況 大概來以人口這樣來做一個比較 美國很高 在那時候大概有到最高130到170 那人口說我們的 應該是12 15倍 所以大概一天高起來大概十幾萬到20萬 所以要破這個這樣的一個世界紀錄 臺灣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們必須要理性來看 第一個來看就是說 臺灣的NPI 換句話說我們的口罩跟勤洗手 這個制度我們在全世界是做得最好 他會隔絕 隔絕掉一部分的快速傳播 然後第二個我們疫苗的施打 我們疫苗的一個施打率跟他的一個保護力 那個施打比較後面所形成現在的一個保護力來看 基本上都比這些國家當初疫情在開始的時候 要高出很多 那到現在為止 我也跟大部分的國家都差不多 我們屬於前段班 第二個 在整體在評估這疫情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高點 他不會無限制的往上一直盤 那當然這裡面就包含我們的防禦力在 那還有就是你整體到了染到一定的情況 那開始你就會碰到周遭是很過已經染過疫 而且已經開始有著染疫後的防禦力的人 所以他不會是無限的循環的倍數一直往上走 單染的人越多 那其實這個病毒碰到牆壁的機會就越多 所以他不會這樣子循環 無止境的循環 不是有一個信念的嗎 現在這個病毒碰到破壞了 好,嚴重是剛才到達去的 這樣就已經被攻擊了 只能夠打到這些地方 有防禦力最上次的血鬼 但這裡已經被攻擊了 那麼容易有頭耳的